前言,一个每天喝毒鸡汤并且日子过得很潇洒的人,你不跟他借钱永远也不知道,他其实日子过得有多悲惨。 一,当你穷困潦倒,最先看不起你的是最亲的人,当你富贵荣华,最先受益的也还是你的亲人。 二,平凡人的四个阶段,心比天高的无知与快乐,愧不如人后的奋斗与煎熬,毫无回报的愤慨与失望,坦然面对的平凡与颓废,经历了第一阶段,注定平凡一生。 三,凡事要虚心,吃事都要有事副教才会,春风不愁,逆风愁。 四,不管什么工作,做久了都会觉得无聊,差别在于,别人无聊还赚得比你多。 五,高僧问我,一根鱼干和一筐鱼,你选哪个? 我说,我要一筐鱼,高僧摇头笑道,施主肤浅了,受人一鱼,不如受人一鱼,这个道理你懂吗? 鱼你吃完就没了,鱼干你可以钓很多鱼,可以用一辈子。 我说,我要一筐鱼之后把它卖了,可以买几根鱼干和一副麻将,然后把鱼干租给别人,收租金。 等他们钓到鱼,有了钱之后再约他们打麻将,赢他们钱,高僧,阿弥陀佛,平方不想和你们这些聪明人说话。 六,看你们自称宝宝,我真心停不下去了,动不动就心理苦,有小情绪了。 但是又不说,这是病,得志。 七,富人只要不乱来就还是富人,穷人要是不乱来永远是穷人。 八,有条件的话一定要早点,来了就学不会了。 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抓住,来了就真的没得抓得了。 那年,他坐在咖啡店等朋友,一位女孩走过来问,你是通过王阿姨来相亲了吗? 他抬头打量你下他,正是自己喜欢的类型。 先想何不将错就错,于是毛答应道, 对,请坐。 结婚当天,他坦白当时自己不是去相亲的。 老婆笑,说,我也不是去相亲,只是找个借口和你待善,所以机遇来了,毫不犹豫,抓住他。 九,总有些人年纪轻轻就想改变世界,总拿成功人士来激励自己。 我只能说这些人太天真了,马云能成功在于九几年,能拿出五十万创业。 哥到现在你能拿出五百万吗?马化腾有个亲戚是个大官。 你知道吗?李彦宏是超级海归,中产,张朝阳,马省理工博士,差点终身荣誉教授,万科王师,岳父省级一把手, 雷军也是高材生,金山公司总经理,那个年代的金山就是现在阿里的地位。 还有刘强东乃是现状出身,你还拿他们几率自己吗? 一个人起步的平台是很重要的,并且你还要选对人,不要老想着靠你身边吃喝玩乐的朋友来打拼一片天的, 要记住选择,永远大于努力。 时,我有品可乐,足以为封城,身容自可乐,即使无人故,忙时幸可乐, 那此道路长,孤首昨夜又东风,不忍知是愿名中,问君在何处,南越大深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板才 делать慢点牛肯定wan别公司。 Kevi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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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 EPA